總公司設立台南基金食品公司 社群進口美國豬肉 刷中三地為做新加拿大 並且製造8500公斤的豬肉 白貨會有創傷 影響六冠七、六十一斤押价 對處齊萬努君府在中質詢中 將對相關議題進行質詢 並且至於衛生局只有檢查三地標示 刷不容許檢驗 要求市府應該為食品安全來把關 齊萬努君豪為美國豬肉 民主黨進口台湾最輕鬆 不過有所謂的產品流向如何 相當的質疑 要求市府已經要嚴格的把關人減出 讓民眾知道有雙體的管理 就像局長的強調 既然之後頭過時會是檢驗 已經是相態性 也一定會查三地標示 不過因為台中查到標示無色的肉片 老鄉必然已經參與押价 讓議員相當的歡樂 在台南廟連鎖店 和最討厭分公司查到美國豬腳 不過三地屬性只有檢驗 根本是早期的股體公司 要求政府一定要為食品安全把關 標示不實而已嘛 正確標示的話 大家都要洗產地 你看我們政府 我們台灣 還有什麼信用可言啊 那跟早期有什麼差別啊 這是不應該啦 什麼不應該 我們政府跟民眾保證 說未來的萊豬進來 我們會嚴厲的去監督 標示不實的部分 是另外一個東西 就像過去 這個福島食品 要改標各種東京生產的一樣 也是標示不實 但是我們要檢查 是檢查它有輻射過量 還是它有萊克多巴這樣過量嗎 有人局提出說明 針對收入肉片製造業 收入業 采明業坑黃修業肉片 在九月份進行技術挑戰 有輪百事業行復合規定 三日驚募前回到三嚴重 技術所應購持回彩方報道